对 录声音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 我是邱瑞 今天来看一套新建的自住的样板房 它的位置在Independence和Adorado Frisco Frisco这两天的数据 就是它的学区Liberty 就是以前我一直说的就高中 我说Liberty和Weekland是最好 但没想到现在Liberty Nichi平的 它已经比哈兰Park的评分要高了 真的是很厉害 好 这套房子是五个卧室 四个副洗手间 然后4100尺 2018年建造的 然后现在是64万965万的开价 实际上最早 因为它是新房 新房它利润就比较高 然后它当时建的是72万5 然后这种房子这边太多 就想给大家说的 我说你买自住房你就随便选 怎么高兴怎么来 而且可以给它砍价 如果是投资房 20来万就是属于稀缺的东西 像这种房子满大街都是 像所有新建的大部分都是这种 所以呢 一个是我们德州人民的生活水平 是吧 花比较少的钱 住的比较舒服 再一个就是说 它不是稀缺资源 所以你看的很漂亮对吧 但大家都住这种 那它就不值钱了 好 进来之后呢 你看首先高条 它新的房子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大部分如果不是custom的 就是这种量产的房子 它都是选择第一个浅色的漆 然后呢 就让人感觉就相对来说 比较时尚一点 有点像城里人 实际上德州人更喜欢那些做旧的啊 这些东西 包括它的地板也是这个颜色比较时尚的 以前不会用这种颜色 然后很轻 这是nil down地板 然后很轻的手抓纹 可以看得到有刮的那个痕迹啊 然后再上右就是涂的这个颜色 然后地毯呢 它也做了升级了 就是以前 就不过这个级别的房子 基本都是用这种 大概就是三四块钱 这个地毯带花纹 零星花纹的 然后呢 这个柱是这个标准的柱 然后这些也没有升级 如果你再升级可以做雕花的这个楼梯 然后这个扶手可以加宽 这个柱子装可以加宽 所以进来之后呢 现在一些新的房都是做一层有两个卧室的 这样子对于那个家里有老人来说实际上是蛮好的 好 我们先到右手边了 右手边是个接待厅 然后你看它baseboard底下全部都是换宽的这个边了 但是呢 为什么不漂亮 因为它没有做两层 就好的房子 它这个是直接拿木板钉上去的 对吧 好的会做边 这样的话会显得过渡的时候会漂亮一些 然后它上面没有做crown 就是那个上面再做一条边就漂亮了 就漂亮了 好 这是一个书房接待厅 然后这里面这个窗户都用的是那个 呃 叫什么隔热的那种窗户啊 这是新的窗户地毯是这样子 再过来呢 这边是正餐厅 正餐厅面积还好 不错啊 好 我们再到左手边了 左手边这边是车库 它是三车库的啊 好 你看到车库来过渡的也都比较好啊 三车库两个电机一个是双门一个是单门的啊 ok 从车库上可以到阁楼里面 好 然后车库这块你可以做个架子 这我们叫mud room 然后你把比如下雨的什么鞋子呀 外套就可以拖在这做个架子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卧室 对 现在新的这个卧室都没有掉扇了啊 他也是为了节能 那实际上你看他的那个层高是非常高的 这卧室层高应该有三米啊 ok 再过来这个洗手间呢 是一个是给客人用的 一个是给卧室这个住的 所以这个洗手间呢 再好一点房子还会有再加半个洗手间 那这一个洗手间就基本满足所有的需要啊 然后这边是酒棍从正餐厅过来啊 正餐厅过来你可以做酒棍 但是他没有做你可以加上去啊 yeah 这柜子 然后你看他的这些房子 其实一个把手都没有按 这就是我就说升级的东西相关于升级的 也没有自吸对吧 他需要安安把手啊 然后这些柜子也都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漆面做工 就是很多东西你看起来其实蛮漂亮的 但实际上从摸上去的话质感其实一般是吧 ok 抽烟机这些都是可以抽出去 现在这些新房做都是他的外墙都会做那个烟道 这样的话他抽烟机都可以抽的出去啊 好台面他有五个level吗 还是六个level这种台面 然后这个是算比较比较好的 现在都是用这个合成石 如果天然石的话他那个油渍会渗进去 他的密度还是不够 所以一般是用合成石的好 好我们现在到后院这是早餐厅 早餐厅的灯是配套的 ok后院院子也还可以 但是这种小区呢都是这样的 就这个级别小区 虽然他房子大 但是现在地价贵了 所以他的那个后院基本可以看到别人家的屋顶 这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因为他的前院是那个有车库嘛 有车库 然后这个后院他他不像那个 如果车道在后面会有一半没有了 对吧 那他这个面积是非常好 你可以见泳池呀干嘛都ok 再过来客厅啊 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高调的客厅 这客厅有6米到7米啊 ok从这个角度来看 客厅很漂亮啊 非常高 这样就舒服一些 这个学校也很好 是Independence 好这边是洗衣房 洗衣房他也是做吊棍 然后还带一组closet啊 然后像这个面积 那他就有意思了 他就可以做 这就给你新的一组水看到没有 热水冷水有新的 所以说这个你可以做三组洗衣机 这个就好 非常好 因为有些家里人人多的话 两个一个洗衣机不够 需要两个 好这个主卧你看 他有些房子如果是经济型 可能他主卧上面还要去建一些东西 这样的话 他主卧的面积就不够用 啊不是主卧主卧楼上再建一些 虽然面积增加的话 但是主卧的那个就不好吧 就是楼上走路啊干嘛 楼下听到他毕竟是木头房子 然后还有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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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已经有裂缝了看到了吗 已经有裂缝了啊 主卧他给你配雕扇了啊 刚才都没有呗 好地面 还可以不是特别滑啊 这种白色的就漂亮一些 这个石头跟那个厨房的石头材质是不一样的 镜子加框 镜前灯 啊这边 他这淋浴是往下挖了一些啊 ok 浴缸 便盆 这里面没有雕棍 因为他加了窗 然后抽风 所以说你看这有一组抽风 这是一组抽风 他可以同时换气 这样的话他实际有些房子呢他就只有一个换气扇 ok 你看这个地毯就是最便宜了啊 他就不给你用那个贵的地毯 因为那个地毯是升级过的 有可能升级过这个就是最便宜了啊 ok 两组灯 这还有一个closet 这个龙头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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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手是没有升级过 你看啊 这全都是亮的 现在都不用这种 因为这个这个是价格比较便宜的 如果你想用磨砂的话呢 价格会更贵一些啊 好我们到二楼看一下 再好一点的房子他会设计成双体 就是以前老的房子会有这么做 就是做双体 现在都是一个楼梯了 嗯价格在二楼就变成从这开始啊 主卧的地毯还有那个这些楼梯是这样 到这就变成便宜的了 好 过来这边两个卧室而且全都是套间啊 你看他的那个台面 就不是这个是塑料了啊 便盆这都便宜了 再洗澡喷头 然后墙上的这个砖也不一样了 进前灯OK 但是进了就没有矿了 是不是啊 然后再过来每个卧室有个closet 这是他的衣柜 所以这个就很尴尬了 他的衣柜在这儿 他的衣柜里面有没有呢 我想想看里面没有了 对 所以这个卧室的衣柜是在厕所的门的后面 有个小closet 这边呢这个卧室就相对好一点 这个卧室呢 进来先是个closet 但是也很小 这边还有 好吧 OK 好 再过来这边是洗手间 对呀 这洗手间比刚才那个 比较大一些 刚才那个是那个浴缸 这个是站立的 好再过来 他的楼体杆扶手 是加高了的 已经超过我的那个腰 哎呦是我太爱了是吧 好 再过来这是第三个卧室 楼上三个楼下两个 也是没有那个 雕扇 所以到楼上来所有东西都减配了啊 这个专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但我觉得成本应该差不多 也是一样镜子都没有框了 然后加金钱灯 一个抽风 小的空调出风口 嗯 就是这样 好再过来呢 这边就是那个game room game room和电影院套在一起 这个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呀 做游戏 学习 做手工 看书都可以 这还可以做一种书架 是吧 或者两面墙做两面书架 然后电视机坐在里面 电视线在那 然后这不也不需要电视机 因为这里面就是电影院了嘛 对吧 然后现在新的房全都给留好 你看这上面的 这是放投影仪的 你看HDMI线都有啊 这是放投影仪的电 然后这两个 这两个是那个环绕音响的线 然后那边两个环绕音响 然后底下你看墙面全部都是插座 每面墙这边三个插座 然后这边你看7.1升道 全都可以缩了 然后这是放哪些机柜 你看 放机柜的线 全都有了 全部都有了 所以新房好就好在这儿啊 然后这块你看也有 音响线看到了吧 好嘞 OK 好就这样 所以这是一套非常标准的 4100尺的5个卧室 4个Full Bus的一个房子啊 一年物业费600块钱 税的话这个区域大概是 2.15到2.2左右 所以一年的税大概1万出头吧 嗯 123的样子 就这样 600块钱的物业费 非常棒的学区 好 我现在二楼可以看到整体的感觉 你看对面还在建 这房子全都是木头 就这样建起来的啊 OK就这样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翱翔美国房产咨询 加我的微信 翱翔US01 全网搜索 我们的网址 翱翔US.com 我是邱瑞 我在大拉斯等你 再见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